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 第二代全国监理系统用了20年 昨天却出现了全台大档机 电脑萤幕跳出系统不存在的字样 中华电信的人员前往抢修 而各个监理所修 修复得快慢不一 有的监理所一整天系统时好时坏 那么中华电信人员疲疑奔秘 更不要说换照的民众气死了 有人是不耐哭等空手而返 也有人不想再跑一趟 等了一整天才办好换照 真的是气得大妈太夸张 好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中华电信人员查看之后 认为是中华电信全国资料中心系统 异常导致的 好 那么其实这个系统 只能有5年的寿命 不过我们看到它用了20年 他们现在也表示 在下个月会重新换新机